老鹰狩猎猴子 狩猎小狮子 大型的猛禽啊 空中食肉啊 再看看老鹰狩猎小狮子 小狮子刚刚出生不久啊 不知道天高地厚 往往会遭到老鹰的猎杀 母狮出去狩猎的时候 是最危险的时候 看看狂风暴雨啊 这个老鹰被焦成落汤鸡了 轻松的拿下一只小狮子 现在母狮啊 为小狮子报仇 直接拿下老鹰 动物啊报仇心里更强 这绝对是有仇必报 母狮啊为小狮子报仇成功 母狮啊为小狮子报仇成功 直接拿下了小鹰 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啊 最后啊还是狮子胜利了 疯狂的水牛反杀狮子 看看水牛群啊 现在准备把狮子赶出这片草原 把狮子逼的都上树了 你说说水牛有多么凶狠 成年的大水牛啊一吨多重 这大脑瓜子再配上牛角 那绝对是无敌了啊 只要被牛角挑起来 那就死定了 凶猛的动物啊一旦受伤 就很难生存下去 同伴呢也不会给它食物 而且它平时都是吃肉的啊 周围都是草它也吃不了 肯定死掉 真给狮子王丢脸 你可是百兽之王啊 现在面对几只水牛啊 直接就吓尿了 上树 水牛发起风来啊 那绝对是蜂牛 这狮子王更狠 无处躲藏啊 掉下来就死定了啊 一定要坚持住 这狮子王真是会躲藏 藏起了猫猫啊 但是最后啊 还是没有逃过一劫 老铁们继续 接着看 现在开始耍无赖了啊 水牛真不惯着它 看看 直接给它干成饼吧 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了 可以啊 今天的水牛报仇真的挺碰快 这就叫做垂死挣扎 牧师们呢全都跑了 把这个狮子王扔下了 所以说这个动物啊 更现实 死的绝对惨啊 水牛今天大获全胜 可爱的小犀牛 玩的开心啊 是不是很可爱老铁们 现在已经被狮子王盯上了 现在已经被狮子王盯上了 小犀牛很聪明 紧紧的跟在母亲后面啊 但是狮子王突然袭击啊 犀牛啊 三吨多重 绝对是重量级的选手啊 犀牛脚呢也很锋利 身上的皮呢像盔甲一样 接下来我们看看狮子和犀牛之间的战争 有狮子的地方啊就有杀战 没有办法 他们就是草原上的大哥 换班吃啊今天想吃啥就来啥 但是今天呢有点高端呢 犀牛不是好惹的 看看这暴脾气 主动的攻击狮子 犀牛脚啊是名贵的药材 而且犀牛是宾威灭绝动物 需要大家的保护 狮子呢很有方法 在消耗犀牛的体力 等犀牛没有了力气啊 他在进行真正的攻击 该一地烟呢 说明这个重量啊绝对可以了 奔跑起来速度也不慢 这么大的体重这就可以了啊 双脚大犀牛啊 主动的攻击狮子 对领地的战友权呢相当在意 看这样今天狮子狩猎不太顺利啊 没有拿下犀牛 结果遭到了犀牛的反杀呀 直接都上树了啊 今天的胜利属于犀牛 黑白两道啊 前踢后踹 这个斑马可不是好惹的啊 到现在为止啊 人类都没有驯服他 直接把狮子拖过了公路 一个前空翻呢 还是没有甩掉狮子 这倔皮剑 撂折子了啊 但是这个狮子也很顽强 死死的抱着斑马 就是不肯下来 这哥俩都很顽强 穷嘴不舍 一只牛铃啊 可以干三只猎豹 倔皮剑啊 狮子啊 一旦单打独斗 狮猎成功率很低 它是猫科动物当中啊 唯一群体狮猎的 所以说成群的狮子啊 才可怕